在《黄金之风》播出三年后 JoJo的奇妙冒险又迎来了新一部动画剧集 JoJo们翘首以盼的《石之海》前12集内容终于上线 而《空调徐伦》的故事完美地回应了粉丝们的期待 也不枉三年来粉丝们的日思夜想 第六部的故事发生在《黄金之风》的十年后的2011年 因此故事背景变得更加现代化了 《空调徐伦》因被栽赃陷害而获刑 被监禁在绿海豚街监狱 他在监狱中也尝试着为自己申冤 但由于他的律师和法官勾结 使得这桩案子完全没有更改判罚的可能 幸好他的父亲《空调》陈太郎还能给他提供一些得力的援助 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和睦 但在整个故事中 二人之间仍然展现出了深刻的学员羁绊 在被监禁期间 徐伦发现自己和乔斯达家族的其他人一样 有着特殊的替身能力 他将其命名为实之自由 遗憾的是 在徐伦觉醒替身能力后不久 陈太郎就被剥夺了力量 徐伦不得不试图逃出监狱去帮助他 而此时正好在绿海豚街监狱里 有一个邪恶的替身在追杀陈太郎 至于原因是什么 目前第一部分的动画里还没有详细的解释 剧情一开头 徐伦陷入进退维谷的场面 很好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而实之自由极富创意的替身能力 更是让这一代的替身战斗变得更加激动人心 实之自由的能力让徐伦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分解成绳子 这让他可以更加灵活地战斗 空调徐伦还能用这根绳子与其他人交流半导敌人 把敌人切成薄片 以及偷取远处的东西等等 实之自由比前代主角主打力量的替身更加多变 这不仅赋予了徐伦特别的能力 还塑造出了一个坚毅勇敢 不顾一切的拯救父亲的上帝形象 虽然目前的动画只推出了12集 但十只海已经为观众编织出了一个充满复杂的情感 创意十足的情节 和奇特的提升力量的世界 动画能让所有的观众都坐立不安地等待剧情的下一步发展 看主人公如何面对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困境 虽然每一部周周似乎都讲了一个独立新主角的故事 但实际上每一位乔斯达家族成员 都是整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个篇章加在一起 才让这部漫画成为了真正的奇妙冒险 你得从头看到尾才能领悟到这个系列的全部魅力 对于一直追根的漫画粉丝来说 等待动画版放出新剧集的过程应该会比较难熬 不过这前12集展现出的优良水准开了个好头 起码我们不用担心动画会丧失原版漫画的精髓了 而对于没有看过漫画的新观众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这个故事会变得越来越精彩的 石之海目前放出的前12集巧妙地改编了漫画内容 精美的动画和奇鬼的替身战斗给动画剧集开了个好头 这是一个关于拯救的故事 徐伦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继承了血之宿命 却永远不会屈服于命运暴虐的毒箭 无论你是从幻影之血追到现在的老粉 还是从石之海动画心上车的路人 石之海都会像是一部血腥而悲壮的芭蕾舞剧一样 紧紧扣住你的心弦